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下 跟各位见面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石天明 这位是我太太安宁 虽然都说客户很重要 客户是上帝 快去给我杀了这个臭女人 喂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没事 你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关我什么事啊 我是她男人 你敢碰她一根手指试试 你的女人 你的女人有毛病 我惯的 怎么了 你们经理呢 快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什么经理啊 把他们总经理叫出来 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只是一场误会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少忽悠我 快叫你们总经理出来 不好意思 总经理真的不在 我们集团刚刚人事调整 总经理只是和公司高层开过会 我们都还没见过呢 谁说她不在的 在哪儿 在这儿 我就是 你就是 您就是石总 是 我就是石天明 发生什么事了 好 这位先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房子的话 我们有很多户型可以供您选择 但是如果您非要买一套 已经卖出去的房子 那么请您自己跟业主联系 至于怎么联系呢 那也请您自己想想办法 我自己想办法 你转什么你转啊 你不就是总经理吗 我要给你们集团 总裁蒋大伟打电话 我看你这个总经理能当几天 随便 不送了 不送了 我还不买了我 走 宝贝 带你去其他盘 买更大的房子去 来 阿姨 没事吧 你们好 各位同事 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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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下 跟各位见面 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石天明 这位是我太太安宁 虽然都说客户很重要 客户是上帝 但是我们并不是奴隶 如果遇到一些 瞒不讲理的客户 我们不需要卑躬屈膝 我们只要按规矩做事 就可以了 知道吗 是 总经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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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好 不好意思 刚刚发上了一些小插曲 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慢慢地选房子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茶点招待大家 希望各位可以尽情享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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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明 你说得真好 来 上车 按一下这个 上车了 来 等等啊 小心啊 来 坐好啊 天明 啊 天明 你怎么又换车了 我升了值 公司配的新车 对了 你说刚才那堆火宝 不会真的去脚总那里投诉你吧 随他去吧 你刚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万一有不服你的人 利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是人民币 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呢 再说了 我能坐上总经理这个位置 是用一点一点的业绩 累积起来的 行了 先不说这些烦些事了 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过宝贝女儿了 我可不可以去游乐园 给她庆祝生日呢 我们去游乐园了 这本投诉报告你自己看看吧 不要以为你有才干 我欣赏你 你就可以罔顾公司的利益 你知道我把身事交给你 我面临多大的压力 我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那么冲动 一伤人就遭到客户的投诉 你知道吗 这次我破格提拔你 遭到多少董事们的犯队 你知道每一个董事 都有他自己口袋的人 虽然他们最后同意了我 可是我看得出来 这每个人心里都在想 好 你石天明就不要跟我犯错 你这个时候啊 你就应该收敛锋芒 一步也不能走错 可是你呢 你还是那么冲动 你这份报告我也可以猜得出七八份 对付那种爆发物 你大可以找一个小手经理去跟她谈 需要你这个总经理去跟她发生争执吗 你看嘛 下个礼拜的董事会 一定会有人把这件事拿出来提 到时候你要我说什么 直说好了 石天明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叫你下课 我相信 但是请蒋总让我下课之前 有空看看网上面 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还有各种论坛 你 这事已经破上网了 事情发生那天 正好有客户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 还发布到网上 很多网友 很多媒体看完之后 都很支持我们的做法 都很认可我们公司做事的方针 让我们集团的形象提高了很多很多 蒋总 没错 生意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 放下自己的尊严 钱也很重要 但重要不过 我们内心的生意 我做这件事的时候 并没有想太多 只是我内心觉得 这是对的 我就做了 希望蒋总 您会明白 姐 忘记水的网站 人气越来越高了 网友们不仅可以在上面抛售旧爱物品 还可以以货一货 虽然现在利润不是很大 但人气已经很高了 辛苦你了 这网站 这两年我也没怎么管过 都是你的功劳 做自己喜欢的事 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我听妈说 电脑学校的老师经常夸你 说你是班上物性最好 进步最快的学生 真的 我喜欢电脑 所以学起来也用心 对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跟老师学习 如何开发手机网络游戏了 真的 那太好了 继续努力大姐 看好你哦 不过妈还说 你跟以前那些朋友 还有来往哦 我妈是可真多 哎呀可是妈说的又 哎呀好了好了 我现在又没有跟着那帮人去偷东西了 可惜我跟他们交了这么多年的兄弟姐妹 他们是我除了亲人以外最亲的人 你让我跟他们绝交 我搬不到 你要知道 近猪者赤 近墨者黑 你应该多交些正经朋友才对啊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对了 你钓金跟序那个计划 进行得怎么样 再别提了 这几年啊 我那钓鱼的一百多万 花得差不多了 可是还没有一个合适的 好不容易有一个 还被你二姐给搅黄了 二姐也真是的 她就喜欢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大家都是陈恋人啊 都有各自的路要走 她凭什么干涉别人的自由啊 算了算了 不管她呢 可我有种强烈的预感 今年啊 我会有桃花韵 还有啊 我把你扶植成这集团的总经理 我发现 我发现我们两个除了工作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集啊 那每次我约你去喝酒打球 我总是想尽办法 来找那个推脱的理由 这别的公司的总经理 对他的董事长 都是想尽办法去讨他的欢心 你怎么刻意的 跟我保持距离 你这是什么啊 我就是这个破性格 不合群也不喜欢交集 要改要改 真的你要改 帮我倒杯水 来 江总 我看您这两年经常吃药 身体没什么事吧 都是一间慢性病啊 男人一过了五十 这些病全都钻出来了 我发现您有的时候常常用这种眼神来看我 你是我的偶像吗 那些粉丝看偶像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是吧 喂 您好 今晚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 好 一点半的行吗可以吗 好 好 请问成绩人姓名 讲道了 好的 身份账号码 好的 已经为您办理好了 确认短信会稍后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谢谢 再见 讲道了 这第一层都该封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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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还有一个月 听说销售的情况非常好啊 好 好 怎么 开牌那三天 才有通宵排队的现象 已经卖了三分之二了 我准备封顶之后 再把价格上调百分之十 好 好 小心 董事长 这这一段时间 体敏 体敏 体温怎么样 没事 流血了 赶紧收音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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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敏 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没事 就有点皮外伤 都不用缝针 要不照个什么CT 看看有没有伤到里面 医生都说没事了 不用了 真是吓死我了 今天真是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 可能就躺在这边了 蒋总扶大命大 肯定不会有事的 你当时在想什么 就是你推我那刹那 在想什么 您是我老板 我当然要护着您 万一您出了什么事 那我的饭碗 气不砸了吗